南暴京 在肯秦慧这天 向家人表达感谢 还有忏悔心 一念偏差 一个动作的丑物 要回头 真的是不容易 现在有这样的机会 他们真是 彻底的醒悟 也都很愿意付出 自成的忏悔 慈悸人走入高墙内 关心花莲监狱的收容人 已经有五年了 透过一次次的读书会 用真实的人生故事 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 让他们听听 这个房 里面含着 微妙的道理 也是人间的疾苦 也是解脱的方法 如何改变 如何解脱 这样转世成次的 是那样的简单 伐水入心 真诚穿轨向善 收容人坚定这份信念 要让家人看见 自己的改变 大约新闻 江嘉宇刘洪志 华联报导 今年三十多岁的青年杨顺安 七年前 她罹患了急性白血病 原先她先和自己的妹妹 先进行造血 干细胞的配对 但是